台中大理由小偷深夜闖入便當店搜刮兩萬多元 行竊畫面被PO上網路 引發其他的店家注意 紅衣男子戴著口罩手套 把櫃檯收銀機裡的紙鈔全拿走 重新上鎖後再翻找其他抽屜跟包包 行竊過程不疾不徐 短短三分鐘偷了兩萬多元 那時候我們剛好在整理貨款跟紙元公清紙 所以鑰匙是插著 所以他就是直接打開這個裡面 台中大理這家低卡餐盒店 就是招小偷的店家 業者說事發在四號凌晨一點多 小偷從防火箱入侵 破壞後門後進入 業者不但報警處理 還把刑切畫面PO上網 提醒其他店家注意 也請網友幫忙抓賊 下午來做一點點 對 就盡量錢才不要放在桌上 附近店家仍仍自為 因為小偷畫面PO網後 有黃姓男子出面說 跟四月底闖入他 為在美春路的工作室 偷走他47萬創業基金的小偷 長得很像 經警方積極偵辦 目前已鎖定特定對象 全力追棄中 警方強調已經鎖定特定對象 全力追棄 兩起切案是不是同一人所犯 也會深入調查 記者中部綜合報導 都不是說 已經救了 還有一對 可不可以 我們之後 都好 這台 存在 就 我們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